男子坐在輪椅上 親友推著他離開台中監獄 他就是台南縣前議長吳建保 當時因為職棒假球案 入監服刑 醫生有沒有什麼話要講 沒有沒有 面對提問吳建保 只重複兩個字沒有 一旁親友揮揮手 接著攢扶他上車離去 吳建保今年已經74歲 假釋出獄 會覺得是法不公嗎 沒有沒有沒有 吳建保涉嫌從2007年操控職棒球員打假球 被指控是羽刷集團的背後金主 2014年8月被依詐欺恐嚇等罪名 判處5年5個月徒刑 逃亡期間2019年9月依貪污治罪條例判刑3年 總計是一件賭博5件詐欺 以及一件妨害自由等8項罪名 法院裁定應執行10年的刑期 吳建保逃亡到菲律賓躲藏4年多 2019年遣返回臺服刑 今天2024年假釋出獄 台中監獄表示 吳建保原本在宜蘭服刑 後來因為身體不好要洗腎 轉到台中服刑 服刑行期超過二分之一 表現良好 申請假釋獲准 TVBS新聞廖文漢 徐又翔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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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